又回到我們望向編輯的YouTube channel的時間 有我來自澳洲的真必師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亦有來自馬來西亞的大馬Sir 各位網友好 在節目開始之前請大家為我們三個頻道 望向正向曬冷氣 點讚、分享和訂閱 希望留下建設性的留言 好了,今節我們就說一說 印度被稱為中國代替國或是中國加一 這個國家因為打算有一些產能轉移到印度或是越南 看回原來 印度最近的好消息也有很多 印度的股票是飛越港股 市值全球第七 亦聽到說 紅海有機會 會再加多少錢 向印度投資 當然這些事情都很正常 因為始終中國 現在是貴了一點 這個都很正常 每個國家都經歷這樣的 加碼17億美元去投資 但是 原來有些台商就 糟糕了 原來印度人有個雜性 令到他們的 印度製造的紅心 是一個新的難關 是甚麼? 原來是工人的住宿問題 起宿舍而已,有甚麼那麼難? 不是 他起了宿舍 原來印度人普遍是不太願意來家住宿舍 這是很好笑 家庭觀念很好 尤其是女士 你知道女士 他們以男子作中心 有些很多男人不想他們的妻子去宿舍 隨著印度的努力擴大 他們打算製造業有反作 甚至想代替中國 當然是否這麼快代替了? 是不會的 但是 他們真的追得很厲害 原來印度人的住宿問題 工人的住宿問題 變得相當迫切 原來印度作為中國家 或是中國代替國 他們對於蘋果公司等等 你知道蘋果公司有很多台企 台企、台包的企業 有點吸引力 但是也有人走 偉創賣了給塔塔 原來 可能取決於他們國家和外資 如何解決最新的突出問題 就是如何獲得足夠的工人 並且在合適的地方安置他們 其實工人肯定是足夠的 但是住宿就是一個問題 原來在中國大陸 幾億的農民工 在中國崛起為世界工廠過程當中 發揮了重要作用 隨著地現政治緊張 當然現在有些廠也慢慢 不單止地現政治緊張 還有成本的問題 也希望印度可以 代替中國某些功能 因為全面代替是很難的 原來希望印度 成為 平衡的製造中心這些高層 現在正在觀望 因為印度工人 不願意 離開他們家 去其他地方打工 也不願長期住宿舍 而宿舍的床 將會是他們唯一的私人空間 為何以前中國大陸有春雲 很厲害 人類歷史上最大的遷徵 當然一會 因為那些人去沿海省份 是做工的 是住宿舍的 所以一到新年 起碼不敢說全部住宿舍 起碼住相近的地方 原來印度就不願意 印度就不願意 其實住宿舍在大陸 現在就應該少了一點 原來一位富士康的主管 跟金融時報說 當我們開始 在中國城市深圳生產的時候 所有來自 不同省份的人 遙遙萬里 他們都會去深圳做工 一開始 就有必要為他們起宿舍 因為他們會集中住 所以之前為什麼說 富士康可以集中管理 因為他在那裡住 所以有些東西他就容易管理 你不要忘記他最頂盛的時候 好像有學校的幾頁 好像一個城市一樣 很大的 是的 很齊全 富士康是蘋果代工的最大製造商 他們公司也說 他們在印度的製造工心 已經打算擴展到 電動車等等的生產品 在印度到目前為止 主要的模式就是 用一班班的車 將工人從家裏面 即是家裏面 接過來 但是隨著 工廠規模太大 這種模式 不行 為什麼 因為 很貴 如果像以前在大陸的規模 你有沒有忘記過萬人 是不是 很恐怖 工廠是可以過萬人的 涉及到人數 真是巨大的 在富士康 鄭州的iPhone工廠 是世界上最大的 高峰的時候有三十多萬人 你記住三十多萬 頂他的塔斯曼尼亞 才有四十多五十萬人 等等我們州的大部分人口 由於 這個婦女在電子行業當中 很有作用 工人的住宿問題特別緊迫 在中國和越南等歷史更加悠久的製造中心 他們佔電子行業勞動力的大部分 在這些國家 工人住宿 是企業關心的主要核心問題 另外 亦有關 關稅和勞動法等等的監管問題 你不要忘記 之前 這個國台永記 她說 很早已經有雞腿吃了 有雞腿吃 就說她的工人 當然她的強度很高 其實 亦反映了她覺得 她說的工人是很重要的 因為她幫你賺錢 但是她都需要工人 有時候如果你太遠 又不能集體管理 其實她很麻煩 跟大多數 其他亞洲 國家相比 印度從事 工廠工作的 女工 人數少得多 為什麼呢 主要是 通勤問題 以及女性工作的社會 即是說 為何要出來 出來做工 你 男人又如何 污名化 還那麼傳統 還那麼保守 是的 令到工人的住宿問題 變得很緊迫 她不是沒有宿舍給你 是不肯出來住 你記住 不是沒有 而且 在路上通勤也擔心 印度對女子 可能有些事情 很麻煩 什麼硬上工 這些幾個東西 印度國際經濟關係研究所 的這個主任 這個教授 就是當地學者 叫卡普 卡普說 有一系列倒退的社會和文化規範 限制了印度女工 在工作的領域 是的 是的 倒退我也覺得有一點是倒退 但是 意味著 女性參與工作還有巨大機會 不過她肯讓你參加 是吧 原來 隨著 蘋果和富士康等公司有更多的生產轉移到印度南部 企業和當地的官員 現在 當然要建宿舍 這些宿舍 當然有幾萬人可以住 在 在印度電子 產業中心 在泰米 以納德邦 原來 富士康的主廠 就是為蘋果去 組裝 代工 代工 當地官員也告訴金融時報 一間 政府機構 現在想起多個宿舍 容納1.8萬名女性 據稱是接近富士康 想要的規模 預計這間 台企 將會佔用這些宿舍 富士康預計 將會在未來幾個月再投資一個宿舍 可以容納2萬人 其實 他們也說 如何以低廉價格大規模提供住宿 這就是政府需要介入的問題 而不是使市場介入 他確定大規模需要的東西 當然亦希望可以做得到 剛才你也說 你蓋得多的話 別人不肯去宿舍 也沒有用 他想你怎樣也要蓋了 起碼有個廊給他進去 希望有一天可以叫他們 富士康班加羅爾另一間廠 其實已經是破土動工 投資現在這項項目 當然亦有要宿舍 亦要為 這些人提供 就業機會 解決方案 減少通勤時間 之前我們說過 就算他們的台貫 台灣籍的台包幹部 其實 都要坐很遠車去工廠 因為 那些基建 其實不是遠是他們的基建 弄得 路上比較難 另外 這個 北倫金納邦 是印度的 商業最友好的方 當地政府亦允許投資者建立大概 是土地面積20%用在 起宿舍 就是節省購買額外 房產的成本 富士康現在建設一間工廠 從明年開始 會通過他的子公司 FIT 生產蘋果的無線耳機 iPod 這間工廠位於 拉巴機場附近 亦包括宿舍 當然這些東西 亦顯示到 他一定要建宿舍 但是 建這麼大規模宿舍 究竟 那些人肯定住 就是另一回事 沒錯 這件事跟大陸不同 因為很多人最寧願住家 因為宿舍 始終有其他花費 他們住在家就覺得便宜一點 另外 其他台灣代工廠 不可能 在印度或者越南 完全是複製中國大陸的生產規模 主要原因 就是那裡的工人不願意離家住在宿舍 這件事 現在就成為台商 代工廠最大的問題 因為 這些工人住宿 和保障女性工作方面 可能會有挑戰 實現 印度工廠規模 當然要宿舍 但是 他們的女性為何害怕呢 因為 你知道 如果有一堆女子在那裡住 可能成為某些人的目標 你知道 印度有時候有多嚴重 有時候某方面的罪案有多嚴重 是 非常嚴重 另外一間iPhone的供應商和石 他們的高層 就和金融時報講 總記來說印度人 希望是從家中通勤 即是 坐車 什麼都好 希望在家中上班 收工之後就和家人一起吃飯 或者煮飯 其實 任何一間工廠的規模 都只可以限在最多幾萬人 因為做不到大量的通勤 像鄭州那樣 30萬人 基本上是很困難的 當然這也是和印度特殊的 文化 和一些 特殊的社會氣氛 和一些 劣根的東西有關 這件事是否這麼容易改呢 當然是很難改 一個國家的 民族性 當然它是一個多餘文化國家 當然是印度教徒 是最主流 最主流 說回印度 事實上 經濟也是很厲害的 但是 還有一件事 原來 基建建設 是一個 我們經常說基建設是比較差的 這個它也承認 現在以分氣直追 另外 勞工改革受了 也使藏房 難以提供生產率 所以蘋果的擴產 擴大生產 為何我剛才所說的 是在台媒說的 所以有一點在B&N 說得比較奇怪 原來擴大生產效率 分散供應鏈 亦遇到另一個難關 就是 當地的工會很強勢 你別說全世界都有些問題 不是那麼容易 當然蘋果亦打算分散全球供應鏈 印度被視為下一個iPhone生產大國 為何說下一個?因為它現在還未有很大量 不是 現在是三七 可能六四 六四 有六成都在大陸 但是 蘋果近日 在印度擴張包括這些代工廠 主意就是這些代工廠 蘋果不會自己下場 其實面臨很大的阻力 當然基建就是一個 基建比較落後 而且原來還有新的難老虎 就是 共會強勢阻撓勞工改革 亦令到當地的 廠房難以提升生產效率 原來華爾街一部說不是我說的 就是蘋果目標是未來兩三年 在印度生產大概500萬部的手機 相當於去年 iPhone出貨量 未來兩三年都是 佔總量百分之二十五 就算 搞定所有問題都是佔百分之二十五 不像老肇那樣說的 相比之下 去年 即是說到那麼大 還不代替你 原來去年 印度iPhone的產量 只是佔全球出貨量的 6% 可以看到蘋果的20%這個目標 其實都是有一段距離 疫情期間因為大陸在封城 亦都是 令到蘋果供應鏈亂了 蘋果持續將亞洲生產線 就是轉移到大陸 以外的地方 即是印度和越南 其中 當然很多人說 印度代替中國 其實 我覺得沒有那麼快 因為你幾十年打下來 記錯是你發展得很快 但是你不要忘記 你的很多東西都是根深蒂固 比如剛才我們說 那些女子不夠膽在住宿舍 或者是 那些男子就覺得 你不准住在外面 這件事 不是 這件事不是 十年八年改造的 那些觀念 你想想他這種 重男輕女的文化 說真的 那麼多年 流下來 你覺得幾年可以改造嗎 不行 你兩代人改造已經很好了 是不是 因為 印度當然是頂住中國 那麼 人口也是比中國多 現在也是 印度人口超過中國 並且 他很厲害 他年輕人口真的很厲害 並且 滿25歲的年輕人口比例是超過四成 當然 這個人口 也是他們可以繼續吃下去的 為了 因應蘋果的分散供應鏈 其實富士康 也不斷在 印度打算再投資 剛剛也說投資多17億 但是 中國大陸 現在此時此刻 依然是iPhone最大的生產基地 並且 很多人就認為 蘋果要定到供應鏈 跟中國大陸脫鉤 不是想像中那麼容易 都不是那麼容易 你以為 好像KWL之王那樣 很容易 有決心 只要大量搬 人家華爾街日報說 當然你可以說自己厲害的華爾街日報 也可以 其中最大原因 就是 除了剛才說他們不肯住宿舍 因為你不肯住宿舍 你通勤 那些時間和成本高 另外就是工會 工會也是 華爾街日報 百官阻撓 令到他們印度的擴大產能很難 富士康和和錫 這些蘋果代工廠 原來也是受到工會的不斷阻撓 導致當地議會 在今年四月駁回了延長 這個生產線輪班工時的勞動法改革 這項改革過不了 你想想 他每天要三班 原來 根據這項法律 當地產業的工人 在每個星期的工時不變狀況下 就將從每天的三班制改成兩班制 每班工時加長 這樣一來 將會提高生產效率 令到印度的廠房 可以和大陸的廠房進度相似相近 無奈事已完為 這項法案 亦遭到印度當地工會和反對黨的強烈反對 現在甚至可能波及 倫邦的 卡納塔卡邦 因為主導當地政府的印度國民黨 國會黨 亦打算扭轉之前 很搞笑 通過了給你改過來 因為 明年春天大選 工會 在政治角力當中 令到蘋果這些代工廠受害 當然以富士康為例 今年 在印度建廠投入龐大的富士康 這個華爾街日報不是我說的 就是 原來還沒收回成本 高盛的資料亦顯示 2021年富士康 印度盈利率 依然是 負數 越南 亦都是 近期才開始獲利 所以你說這麼容易 當然你說之前那些很難 以後容易一些 都可能會這樣的 好 今次節目時間到這裡 多謝各位再見 再見 再見 o